比如说 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小子 好 它定义是什么 在我们有一本书啊 汉朝有人写 叫做管落 这个人汉朝很有名的相学家 管落相法里面呢 他就提到了一句话 他说啊 他在言语的相法里面 什么叫 为什么叫言语的相法呢 就是听那个人讲话的内容 就可以判定他是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他长在脸上 不会说我是小人 我是君子 他不会这样写 好 那你要听就知道 那为什么要去听呢 听有什么好处呢 诸位你去看啊 你们有空到法院门口去看 在加财宫著的一部《英福经》啊 他里面讲了两句话 八个字 他说啊 龙者 他说龙者善事 古者善情 龙子的人呢 哦 什么叫龙子知道 耳朵听不到 听不到任何的 听说有人说 他说 你说 我说 妈妈说 他听不到 因为听不到 他只好用眼睛仔细地去看 谷者呢 善听 哦 眼睛瞎的人呢 叫做谷者 他眼睛瞎的时候 他看不到这个人美丑 他看不到这个人拆西照大理代 英俊潇洒 他都看不到 上帝有规定说 西照大理代就不会骗人吗 有规定漂亮你还讲的话都对吗 没有 因为他鼓着 他眼睛看不到 他只好用耳朵仔细去听 所以这两种的人都很少上法院的 你看到法院去被他骗的人去告的 都是眼睛好的耳朵好了 那到底谁是残障的 残障的定义是什么 哦 这些骗的人宁可我当时把它生成龙子 或者生成虾子还好一点 不会被骗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证明了 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用耳朵去听 就知道了 不需要去看他长什么样子 你去看外面 绝对不会 额头上吃格子 我是小人 不会吃的 但是他的动作都是小人 君子呢 和小人这两个不太一样 好 主委让主委了解我们的目的 君子呢 言简刚重 讲话很简单 一句话就倒进去 一句话就蒸蒸进去 而且刚重呢 是很刚强 直重 一干 一句话通到底 小人的定义呢 这个管乐就讲了 他说 他说 残言呢 一入一耳 邪言呢 清出一口 我举个例给你听 陈平你来 你来报道 陈平来报道以后呢 第二天就有两个人 跑去跟汉高祖走 好啦 结果天下打下来了 陈平出了大功劳 可是萧和张良 韩信 就没有看清楚 他跟到了汉高祖是小人 所以开国三级都给汉高祖干掉 所以你听 容易听人家的残言金额的 你讲人家的残言的都是小人 背他六个心 所以当有人告诉你 听说有人说 这个你不要去听 就是他说 懂不懂我意思 我们三个是好朋友 我们好朋友在一起 那可是我很妒忌他 对吧 那我想害他 我就跑到你面前来 我告诉你 这位小姐在背后什么奖礼 你知不知道 讲了一大堆 你脑筋清楚的话 这句话就是他说的 就是我说的 因为我 其实我还想跟你讲 我也很不喜欢你 很妒忌你 我不好意思跟你讲是我说的 所以我就进入人家的名字来说 他害人 社会上这种人 十之八九都有这种人 那你一听就听就去 你根本就没有去问他 法官办案子都要两者双方到面前来谈嘛 什么叫做真话 你说你还 我跟你讲这个话 你说你敢把你当到他面 三方六面 当到他面讲的时候 他背后讲这种话 你敢不敢 如果敢 这话是真的 如果不敢 你就是邪言清除一口 那你把人家这个邪言听进去 你也是小人 你讲人家也是小人